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菲律宾海面上的这个热带性低气压 其实气氧局预估过几天会增强为一个轻度的台风 不过整体上来说它对台湾的影响是不大的 只是要提醒像是在海面上作业的船只朋友们 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因为这几天开始风浪会增大 要特别的注意 那我们再来看到明天的天气部分 其实明天一样都是好天气 白天都是多云道晴的 只是要注意中午过后还是会出现一些短暂的雷震雨 尤其是中南部地区还有山区 明天要特别注意雨势会比较明显一点点 那么温度方面一样是维持高温 大概都在35度左右 北部地区还是有可能会来到36度 这么热的天气还是提醒大家要小心中暑 那我们再来关心明天详细的温度预测 那明天白天一话都是多云道晴的 好天气 只是中午过后一样会出现会有午后的雷震雨 那明天一样天气非常的闷热 大家出门还是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气象资讯